大家好 我是阿天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1.52版 1.52版當時有說就是會調整這個31張到36張的那個 算是等級吧 那時候覺得是說應該是說這個DN的等級下降 所以說推圖所需要的等級就應該會下降 那我們來看好31-36 這個第一關看起來還 可能要去比照一些其他人的這個紀錄檔 才可以知道說這個等級有沒有下降 可是我們看第二關 怎麼變成是紅色的 紅色跟神話的角色 所以他是位階下降 然後你看 第一關的敵人是423 然後第二關的敵人變412 少了十幾級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這個關卡 譬如說這是31-52 第二關變成有紅加 然後有神話 所以說這個是調整的是這個階級 變金色 金色是很簡單 因為金色沒有專武啊 可是 本來這個敵人就好像沒有專武 有一些有有一些沒有啊 我記得我那時候推到31-4的時候 我還錄了影片 我哀哀笑 想說 這個除了要推兩關之外 然後敵人還有專武 可是這個 這邊好這個第二關之後 有一個雷恩變成紅加了 然後 這邊第三關都變成是金色了 那就是說反正不管怎麼樣 這個本來的多圖推關 現在可以慢慢刷 難度就下降了 然後現在這個1.52版的改版這個階級又下降 所以我這個31-36我覺得應該刷很快吧 因為我覺得 第一關蠻適合用埃隆老鷹隊的 然後第二關有這個趴趴熊增傷也很適合用這個 也很適合用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國王反傷 所以我大概一關用埃隆老鷹隊 一關用國王反傷 這個老方式這關應該就過了吧 好 那就影片就先這樣之後 然後錄完我再把一次把剪進來了 好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 結果是31-6 31-36-2 先用埃隆老鷹隊 果然這個紅階級的感覺上就比較好打 不過可能是這一關也適合用埃隆老鷹隊 然後 沒有什麼困難 所以如果說這一關用了埃隆老鷹隊的話 我第一關31-36-1 我就要用這個國王反傷 獲勝 我覺得敵人難度真的是有下降 好這是31-36-2 然後我們來看 OK再來就是36-31-36-1 好那就推過之後再把剪進來 拜拜 OK過關了然後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過關的必須要一關一關錄嗎 雖然說這個他有修復 但是呢這個 你還是只能看到剛過的那一關 但是我們現在看這邊 恢復了 現在你可以自由的點說你過關的每一關的紀錄 好那這個影片也應該播放正常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31-36-1 好那就是國王反傷囉 好我們先把這個中後的這個 你腰拉過來 然後用洛桑蓮這個右上方不會動的這個薩菲亞 有點太慢了 好開大 集氣 尼盧跟那個 尼盧跟安納德拉提供的傷害都很可觀 喔看到沒有這個 緩緩慢慢復活的這個 火鳥就提供了很不錯的傷害 應該說不是不是不是很不錯傷害是這個補刀的傷害 其實火鳥 火鳥造成傷害也就是650K才K而已 所以說這個用這個鳳凰就是 要他這個復活之後然後幫忙這個尾刀一下剩下的這個敵人 譬如說像是這個鎖血的獅子 然後一刀灰下去獅子 進入鎖血然後第二次起來的時候可能 古王的傷害還不夠力就當這個 復活的火鳥來 來收尾 好那這樣子就又過了一關喔 OK好那看來戰力還是夠的 現在是317級 所以說現在幾乎這樣子可以說是 已經沒有什麼難度的 你大概就是準備三個陣型吧 三四個陣型 一個是這個埃隆老鷹隊 埃隆老鷹隊之前說過了 然後第二個是觀光隊 這個也是基本的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 戴蒙主角隊 就是一隻強的戴蒙然後配上一些控場型的角色 戴蒙自己可以1打5夠簡單吧 那依索的話我覺得他 他需要這個磚30跟紅衫家具 所以說這個對於無課的小號來說會練的比較困難 這個我也是用借的 我是借這個用來打牛曲夢境的 所以第三隊就是戴蒙隊 那第四隊呢 就是國王反尚但是我小號我的國王反尚是放在優先 我到31之四 然後準備開始推圖之前 我的目標就是 聽我說過很多次 就是要把國王升到這個磚30 然後小號也沒有什麼這個神話的 神話的這個 角色可以用 所以就慢慢的讓國王升到這個紅衫家具 所以可以看到我31章幾乎都是用國王反尚推的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